特朗普目前日子不好过,最新民调显示,60%的民众表达不满,班淑民众支持他和他,确实特立独行的特朗普,在推行自己政策主张的过程中,得罪了太多了。 在国内特朗普得罪了大量美国传统精英,引发了近400家媒体的集体围攻,同时通俄门和亲信被抓后保露出的竞选费用。 娇艳心魂口味的丑闻,更是让特朗普陷入牢狱之灾的危机。 身陷危机的特朗普发文指出,最后悔的就是赢得总统大选。 确实美国总统不好当,特朗普上台之后,为啥不按套路出牌稳稳当当做总统,而是走向这么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呢? 特朗普上台后不顾美国信誉,不顾国际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开启了财富收割模式,大力推行精致利己主义。 公开来看就是打欧盟,打日本,打俄罗斯,打中国,打遍全世界,难道特朗普真的疯了? 显然不是的,特朗普这么做也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其根本不需要再计较个人财富多管了,但是美国的巨额债务,不断衰落的经济,日益衰落的制造能力,让其看到了巨大危机。 危机面前,特朗普可用的招数并不多,要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岂只能动用霸权这个利器? 霸权是美国收割世界的根本,也是特朗普目前可用为数不多的招数之一。 在特朗普看来,如果再不适用霸权进行收割,今后就没有适用机会了,因为美国霸权已经岌岌可危了。 当然美国打遍全世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创建一套新的规则,一套完全立美国由线为标准的规则。 俄罗斯卫星网9月2日分析指出,特朗普的终极目标就是颠覆现有的WTO规则。 重新建立一套完全立于美国的规则,或者逼迫WTO进行更符合美国利益的组织改革。 美国是现有规则的制定者,为啥还要主动颠覆呢? 因为现有规则其他国家已经学会使用了,美国不能轻松获取利益了,美国就急需改变规则了。 发现是报道,美国已经起草了美国公平库会关税法案,将为不同国家设定不同水平关税,并让开了现有规则。 显然美国已经早有准备,美国就是要重新平成美元,经济规则,军事优势,普世价值等控制WTO。 通俗的话讲那就是,老大有拿,兄弟们都得放点血,彻底把欧盟拆散,阻断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形成的强大交加能力。 是美国的目的,同时美国打压加拿大、墨西哥等后院国家,也是为了让后院的几个兄弟老实点,好好接受美国优先。 当然美国针对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打击,就是为了计划反对者杀意紧摆了,控制了中东也就控制了世界发展的疫情。 美国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其在中东的发力最强性。 可是美国的举动导致世界乱了,美国现在是七个盖子干八个坛子,用不过来了。 美国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创者、构建者,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垒的搅局者、破坏者。 以成不争的事实,其实美国的终极目标曝光了,就是颠覆自己的规则。 然后自己再根据自身利益、势力或者调整规则。 如今,曾想使人的强盗美国受不了国内经济低迷的态势和不靠谱选民的期盼,高高举起了美国优先的大棒,到处敲打四处出击吸血。 将一杆盟有小弟奴才打得狼狈不堪,落花流水。 反而在我们面前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川普是心比天高,利又不贷,再怎么努力也是做无用功。 面对撕裂美国社会和快速衰落的现状,特朗普想出狠招,将世界上的规则推倒重来,按照美国的意志来。 但很显然这一次起眼大浪,美国已经没有实力确保其这样做了。 放弃信誉,丢掉规则与世界为敌。 特朗普到底想干啥?难道真疯了?也许现在大家知道初步的答案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